音乐让我们的心灵更加铁捷 欢迎收听隐藏的歌手 我是你们的DJ 星探 莎宝亮 自从隐藏的歌手开播以来 我们收到了很多热情观众的来信 绝大多数都是对于我们的节目的大价赞赏 但是也有批课 比如我这里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潘女士来的信 她说 莎宝亮 你为什么说话慢 姐姐 我不是主持人 我是一歌手 是不是都不赌文字 不是都不赌道赌骨片 我也非常感谢这位大姐给我的来信 非常感谢您能关注我们的节目 所以我们的节目是只能听表扬的 也可以听意见 谢谢大家 好 接下来本期隐藏的歌手 马上就要开始了 本节目由捷径一步到位的太字喜一页 独家冠名播出 有太字 没无字 在今晚 万众期待的奇迹 还将在我们隐藏的歌手这个舞台上出现 那么今晚到底是谁光临这个神奇的舞台呢 在世纪交替的一九九九年 她横空出世 一首首经典的歌曲通过电台的电播 一下子填满了无数人内心中的寂寞 很多人包括我本人还没有见到她 已经被她的声音折服了 她姓周 来自美丽的宝岛 周杰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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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周杰伦 我的偶像周杰伦 周杰伦 周杰伦 有请我们的情歌天后 周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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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 大家好 小宝哥好 你好 周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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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慧是我的男神 那周慧是我的女神 你的女神 真的是周慧 周慧 我是星探 我从全国各地找出所有唱歌像周慧的人 有的时候他们的唱功能超过我们职业歌手 糟糕了 我现在好紧张被你这样一说 宝哥哥 好了 你不要再下周慧了 周慧 最应该来我们隐藏的歌手 因为周慧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但是她的歌声已经陪伴了我很多年 哇 好荣幸 所以说她的歌声一出来的时候 不用她本人现身 已经被感动了 所以她是凭声音大天下的 有道理 所以说她今天可以不用来 所以说她今天可以不用来 也不要唱 所以你知道周慧就是隐藏的歌手 其实非常非常呼应了我当年出道的时候躲在一个惠儿娃娃后头的那种概念 用声音去打动大家 我看到你那个卡通形象出来的时候 我都有学你那个样子把头发绑成那两个啾啾 而且你两个有一点像 我们有一点像 你跟我一样眼睛都是凤眼 是的 大概在我国中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一定要会唱周慧的歌 对 如果你在学校不会唱周慧的歌 没有办法跟同学交流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情窦初开了 然后我们的房间都有贴这个周慧妹妹 你确定你不是贴周慧敏吗 我觉得周慧敏比较适合 周慧敏是在摩托车上面 是不一样的 那是不一样的 挡泥版的 对 那个年代不一样 真的 我小时候周慧是我女神 你怎么也小时候 没有 他上次也是这么讲的 应该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女神 女神 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青春期 你知道吗 女神多了一点 冲动 对 但是说句实话 因为就像周慧刚才说的 她出道的时候 是用声音打动大家的 没错 然后我听着她的这个声音 出现在我的那个耳机里的时候 我就感觉我耳朵怀孕了 就只是那个时候确实是太干净的 一个天籁之音 谢谢 不过讲到声音 对不对 我对周慧姐 其实她的声音有了解 有研究 周慧姐的声音 其实她有一点 呃的音 呃 唱歌的音吗 什么叫呃的音啊 就是譬如说 你我约定啊 你 我是这样的吗 你是饿了是吧 是这样的吗 有呃的音 你呃的音很重 真的 你们等一下要注意听 你不要误导大家好不好 你真是你要有恶命的情况下 对啊 李晨也不智得耳朵怀孕 好 现在我要公布 本期隐藏的歌手 第一轮的静言曲目是 好想喝好爱 这是第二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曲 对不对 对 答对 你看 林妹妹才是真正的歌迷 你第一张专辑跟第二张专辑呢 都是用娃娃公仔的这个头像的 那么我都有收藏 而且呢 今天你们大家一定要跟着我来选 最近一次听周慧演唱会的一定是我 因为8月28号 我们在广州已经见过面了 哇 你有去 当然的 我还是坐在第二排 然后呢 其实我在那场的演唱会之后呢 我会发现 现在的周慧 已经不是以前的周慧 他的身体里原来有一只魔鬼 不是 什么 不是 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你是在黑他的吗 你想好再说 有一种魔力 对 对 魔力 对 宝哥哥你懂我 只有宝哥哥懂林妹妹的 对 现在第一轮静言马上就要开始 先请周慧回到你的静言门里边做准备 我们来准备一下 加油 加油 欢迎来到 好 验证奇迹的时候 快要到了 紧闭的静言门后 是真正的原唱歌手 和五位磨唱歌手 音乐响起后 他们每个人唱歌曲的一个小节 演唱结束 现场的100名观众 将利用你们手中的投票机 选出你们认为 唱得最不像周慧的那个号码 得票数最高的将被淘汰 现在我宣布第一轮静言 好想好好爱你 静言开始 我口袋里还有你给的文件 我的手心 还有你闻的气息 还有你闻的气息 滴滴的雨 让想念的人 转不过气 你的背影 会在哪里平静 看从记忆 我才能和你接近 好想好好爱你 好想好好爱你 这一句话 我只能藏着蜜蜜蜜 关上窗外的脸 反复触碰你爱过的痕迹 好想好好爱你 却没有权力 再把你抱紧 从今以后 如果你能快乐 就别管我相遇 就别管我相遇 第一轮投票 开始 三二一 投票结束 黄琳 你觉得哪个最不像 我觉得四号有可能是 不可能啦 四号一定不是 我觉得一号肯定不是 这一位太糟糕了 我跟你讲 四号 他在我的面前 唱女神的歌 等于是 侮辱了女神 侮辱了这首歌 没有我觉得他一点 你太严重了 关上窗外的雨 反复触碰你爱过的痕迹 刚刚一开始讲那个 呃的东西 他太怕别人 认为不是他了 你懂 他故意呃很多 他想要让大家觉得是他 四号我非常确定 这一次我是同意汉典的 四号呢他是 的痕迹 我就听到这几个字的时候 的痕迹 就是我觉得他没有到18岁了 估计也就是16岁左右 关上窗外的雨 反复触碰你爱过的痕迹 黎妹妹 说话要慎重 你身边的陈汉典 哦 你觉得她的耳朵好用吗 要不然你用用看吗 跟黎妹妹一样 我也觉得是四号 两个妹妹一样 对 没问题 我投的是四号 你投的是四号 四号最不像 你呢 我投的二号 二号 二号 我投的不像 二号很像 你们不要把小妹妹吓快 周海妹 你不可以这样 周海妹 现在我们就要公布投票的结果 现在请揭晓 一号二十票 二号 二号 你们真的会把周海给投出去 我们现在看一看我们的三号建能得票率是多少 三号 三号 十三票 十三票 四号 四号 四号的呼声很高 就是四号 直接把他抓出来 没有悬念就是四号 四号建言门 那票数是多少呢 四号 几票 四号 五票 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五号 四号 敬言门 最少 这个票数现在是全场最低的 但是六号一定最像 因为六号就是滚 好 现在我们就看一下 六号的票数是多少呢 打平了 那二号被淘汰了 不会吧 二号我们马上就要打开 这位歌手即将露面 让我们来看一看 他到底会是谁呢 好 好棒 好棒 是位小美女 你好 好美 好美 撕下你的胸牌 泰鲁阁的周慧 从泰鲁阁来的 好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泰鲁阁的周慧 我来自泰鲁阁原住民部落 一个很爱唱歌的女孩 今年22岁 我叫余姿云 说话也很像 唱歌很好 对 非常像 好哥 这是真的 台湾的原住民非常会唱歌 对啊 很多嘛 我们 你看阿妹 是原住民 对 叫妹妹 阿令 动力火车 是 张雨生 蔡依林 汉典是 我也是原住民 你也是吗 对对 我是一头竹 一头竹 想问汉典哥还记得我吗 谁 谁 汉典 汉典 你们是在汉典 爆料爆料 你和汉典有什么故事 这个要讲清楚 没关系 那个妹妹 今天在这里有沙宝哥哥给你做竹 你好好解释一下 你好好解释一下 你想想看 我们应该见过面 想想看 我这个人坦荡荡的 在哪里见 正人君子 不会有什么问题 别出汗 不要出汗 没关系 没关系 不要出汗 你问他 在一个室内 室内 室内 摄影棚也是室内 灯光是怎么样 灯光是 灯光应该略选昏暗 讲一讲你们曾经发生过的故事 不如你说吧 你们俩在什么场合的时候认识 好了 其实是康熙来了 其实今天来到这里 因为是周慧姐的专场 所以我一定要来这 因为我们全家人 都是周慧姐的粉丝 尤其是我妈妈 我爸爸 对 印象很深刻的是 连我妈妈 小时候哄我睡觉的时候 都是很唱周慧姐的歌 对 所以我觉得 我真的就是 可以说是听着她的歌长大 所以她的音乐 在你的生活当中 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对 很有纪念 很有影响力 那妈妈今天来到现场了吗 有 我妈有来在那边 在哪里 好 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妈妈今天您觉得那个 小鱼今天表现得怎么样 唱得怎么样 我本来叫她不要来 周慧哥这么厉害 我想说她一定模仿不起来 可是我觉得她今天表现得还不错 对 得到妈妈的肯定 对了 对了 你有什么遗憾吗 我还是有遗憾 没有看到周慧姐本人 这个不要急 可以吗 你在这等着 可以吗 我马上就要把周慧姐姐 给你请出来 好不好 你觉得周慧姐姐在哪扇门的后边 我觉得在4号 你觉得在4号 你是错的 不可能 不可能 你是错的 那你认为哪扇门后面是周慧 我认为是6号 因为她那个声音是非常轻 刚6号我听她有几次 就是唱歌的时候离Mine很远 对 不像是一个专业歌手会做出来的事 可惜眼泪没有声音 没错没错 专业歌手她会炫技 她的肺活量很大 这 拉得太远 拉得太远 你我约定 好 周慧到底在哪一扇门的后面 来 3 2 1 好 你招了我 你招了我 结果指定用水 由水中贵族百岁山天然矿泉水 亲情呈现 周慧到底在哪一扇门 三扇门的后面 来 3 2 1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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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谁说4号侮辱周慧的 4号唱女神的歌等于是 侮辱了女神 侮辱了侮辱了女神 我先去上个厕所 刚刚向你误导的 太好玩了这个节目 太好玩了 太好玩 太有趣 太有趣 不过我听到一个很开心 因为他们猜我16岁 就是我觉得他没有到18岁了 估计也就是16岁左右 陈汉年你是周慧的粉丝吗 当然是 为什么 我已经不想相信这句话 因为我觉得可能真的压力太大 但是人家黄灵说的就是4号 好高高 陈汉年你害了我们 你害了我们 你害了我们 陈汉年 你好好选好不好 你不能结婚吗 你好好道歉 小鱼同学 小鱼同学 你终于可以见到周慧姐姐 对 你现在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她说 有 有很多话 好 我现在有点受不了 而且 我第一次听到说 有人是从强保中 就听我的歌长大的 这种感觉 很奇妙 其实我参加这个比赛 也不是说为了名次 或是什么 我只是希望可以有个机会 可以当面跟周慧姐说谢谢 周慧姐她不仅是我 音乐上的启蒙 也是我 就是走上音乐这条路的一个领航者 就是我现在是一个组合 叫做她 她 然后我们组合发的第一首单曲 就是改编你的约定 哇 我一定要听一听 谢谢 因为我从小 可能看自己父母亲 对你的歌的热爱 所以 有一个机会 可以发表自己的作品的时候 就选择你的歌 我觉得你很难得 你知道吗 因为很多人被淘汰 都会很沮丧 可是她跟我一样 有一个很正面的能量 就是即便失败了 我们都应该要去面对自己 任何话很多人都觉得她比较像 我其实是应该被淘汰的那种 好了 接下来马上 回到我们的敬演环节 我公布本期隐藏的歌手 第二轮静言 曲目是 粤语版太经典 所以对于一个 刚出道第一张专辑 就要挑战王菲的歌曲 其实我压力很大 那我要怎么样去揣摩 去感受这样一首歌曲 其实我有另外一个优势 因为涉事未深 所以我可以唱出很单纯 那个年纪的美好 其实我特别有感触 因为这首歌当年出来的时候 我身边所有人包括我在内 都会跟女朋友去做很多的约定 我们约定以后要在一起 要成家立业 有自己的孩子 要结婚 那你的这种约定 其实有点像是山盟海式的感觉 但是我应该是我身边为数不多 把这个约定坚持到今天的人 爱情藏跑 对啊 我们那个时候在一起 到今年应该已经是17年了 太棒了 就当时两个都不懂 然后初恋 然后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我们再回想当时一起听的这首约定 这真的是我们两个人的约定 我都不晓得有这个 重新认识了李晨 真的 真男人 听着这首歌的时候 你会想到你暗恋的女生 你不敢跟她有所约定 因为我以前是一个 比较害羞内向的一个男孩 真看不出来 因为我在表演的时候 我会非常的放 但是我私底下 其实是一个很怕生的 是这样的吗 凯勒 啊 没有啊 我们先请周慧姐回到敬眼门 后面做准备 在淘汰了一位磨唱者之后 现场只剩下四位磨唱歌手和周慧 一起表演 这一轮我们先听敬眼曲目的上半部分 大家要仔细听 第二轮敬眼 约定 演唱开始 也唱歌手 远初的钟声回答在雨里 我们在暮檐底下前声听 幻想教堂里头哪场婚礼 是为祝福我两耳聚心 一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 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 泪的雾里总会想问你 才又忘了情无解析 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 也答应永远走不让对方担心 要做快乐的自己照顾自己 就算某天一个人孤寂 你我约定一闪潮很快要喊停 也说好没有秘密彼此很透明 我会好好的爱你 傻傻爱你 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 太难了 太难猜了 好 趁你们的耳朵 还留存着记忆 马上拿起你们手中的投票去 选出你们认为 最不像周会的号码 开始投票 真的很难 而且这一轮里面有合唱 有合唱 3 2 1 投票结束 我想听听两位小妹妹的意见 觉得4号跟5号我听起来很像 4号跟5号很像 所以我投了3号 看点 大家应该都很想听我的 其实还好 那就跟我吧 3号 你们两个是一样的 对 你也是3号 我告诉你 你完蛋了 救我 你的演艺生涯就此终结 怎么办 我还想混下去 我本来是想选3号 结果我一看你选3号 我绝对就不选3号 我现在很开心 因为我选的跟汉典不一样 觉得应该会比较容易对 这样好像讲了 我已经猜错了 没有啊 我听了之后 我觉得呢 周会应该在4号或者是5号 他肯定不在4号和5号 我认为他还是什么 他肯定在2号和3号 对 我觉得1 2 3都有可能 看来这一轮的分歧比较大 到底谁是隐藏的歌手 让我们继续把这首约定 听完 听完 我们就在1号和4号和5号和5号和5号继续把换成的情节 到3号和1号和5号和3号的通了 勇气 累到屋里总会想问你 才能忘了 情路解析 你我约定 难过的往事不是情 你我约定 难过的往事不是情 别答应永远都不让别放在世 要做快乐的自己 照顾自己 就算某天 一个人孤寂 你我约定 一直吵恨快要放听 别说好没有秘密 彼此很透明 你我约定 一直吵恨快要放听 别说好没有秘密 彼此很透明 我会好好的爱你 傻傻爱你 不去计较 公平不公平 我会好好的爱你 傻傻爱你 不去计较 公平不公平 宝哥哥 宝哥哥 你旁边的那个 我不相信 他是男生 他为什么生意是女生 你是女扮男装吗 我离得比较近 你看有猴杰的 一定是男生 有猴杰就说明是男生了吧 当然了 他应该是后面有人在带他唱 你真的是自己唱还是你对嘴 你放音乐然后在那边 这个你可以摇头点头吗 你是自己唱的吗 一定是没有办这个 我问一下四号 好了 他们不会回答你的 这个非常专业 你有男朋友吗 你震惊一点了吧 我想问一下刚才 谁把票投给了 周慧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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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他是周慧的贴粉 你第一次说是 偶尔会猜错 对 偶尔嘛 第二次呢 蒙圈了 不是说他是你的女神吗 你就这样对女神的吗 其实我对周慧声音真的有研究 是这样吗 周慧 你可以讲话 哈啰 你可以讲话 哈啰 我们都看得出来你是周慧姐 哈啰 现在马上就要揭晓 我们这一轮 谁将会被淘汰 请我们所有的歌手回到自己的敬眼门前 好紧张 如果是三号怎么办 三号 都是陈翰点的错 周慧 我跟你说你这一次的票数 在我手里很危险的 哇 真的啊 真的是很危险 玩玩了 本轮 被淘汰的将是哪一位歌手呢 这个最高票数的人 将是哪一位歌手呢 请揭晓 好像是哪一位歌手呢 你这就是哪个歌手呢 我用这一位歌手呢 我跟你说 那是哪一位歌手呢 我用这位歌手 还要怎么办 我们又把歌手呢 如果是哪一位歌手呢 如果是哪一位歌手呢 你来来一个歌手的时候 我用这个歌手呢 我是纯爷们周慧 纯爷们周慧 对 我今年26岁 你先什么都不要说 你把刚刚的约定 唱两句给我 我要确定是你本人唱 你我约定 难过的往事不是 别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 谢谢 天哪 他刚刚唱的时候 我鸡皮疙瘩全起来了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的声音是模仿的 还是天生的声线就是这样 我这个声音就是 天生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你的声音 你的音色很独特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不会受到其他人的非议 会不会有人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你 这个是有的 在我小学的时候 因为声音会比较细 比较像女孩 然后很多男生就会给你起很多的绰号 像什么娘娘腔之类的 然后我自己曾经也对自己的声音有过怀疑 是不是觉得自己这个声音不对 但是听了周慧老师月定的这首歌 歌词写得很简单 就是要做快乐的自己 自己做自己开心的事情 也不要去计较公平不公平 我觉得人生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对对 好说的好说 好感觉 值得我们学习 其实我在第一张专辑的时候 我也算是有遭受到言语上的霸凌吧 因为我们不是特别漂亮的女生 于是很多媒体就喜欢在我的长相上面炒作啊 说我不漂亮啊什么什么什么 但如果不是一个乐观的态度 跟一个健康的心态 我想我没有办法走到今天 我觉得要当一个有自信的人 有自信的自己就非常的美丽 非常帅气 OK 自信最能 对 他真的是一个汉子 我觉得一个男人的纯度 他不见得就是外表 我觉得有些外表很man的人 但是他的心里很脆弱 但是在你的身上 我能够看到 真正属于男人的那种内心的世界 一种坚定和一种坚强 好谢谢老师 谢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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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最高票数是五号 五号几票 对 25票 25票 周慧她的得票是16票 也算还蛮高的了 但是在三位磨唱歌手当中 有一位的票数比周慧还要低 是哪位呢 他是 4号 4号 14票 就是他两个 如果这是我们最后一轮的决赛 周慧就会被淘汰 都是汉典害的对吧 对就是这样 好怪他 他两次选择的都是你 我在想他到底能不能选的对 一定可以的 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 陈岸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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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不敢下一个都市 就是如果下一轮我如果再猜错的话 我陈岸点退出娱乐圈 我下一轮猜错的话 怎么样 我出去被出租车载走 他等于没讲 本期第三轮的敬演歌曲是 我在五角的风里 你是风吹浓我的心 没有一个在音里 这首歌我觉得它很 很考验人的唱功 再加上我们流行歌曲里头 很少有三拍的歌曲 很多三拍的歌 你会觉得它像原舞曲 但因为它又把它调得比较慢 所以那种优美的感觉 律动感要唱出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考验 记得啊 这首歌好像是在第一张专辑的第三首歌 感觉上面它好像是比较没有这么被大家广泛的讨论的一首歌曲 但是它非常的耐听 这就好像我在康熙来了里面一样 就好像是一个水 是一个水 对 我们不能没有水 我们现在马上要进入第三轮的敬演 先请我们所有的歌手回到自己的敬演门里面 好 第三轮敬演 我们的磨唱歌手 加上周慧一共四位同时演唱 对轮的规则也有一些小小的变化 我们的音乐不会停止 在奸奏中观众投票 第三轮敬演 风铃演唱开始 第三轮敬演唱 你不过给了一点温暖 我就忘了问别的冷淡 有时候心软是一种悲惨 对自己跌入遗憾 也许会拥抱这种情感 和最开始的决策有关 有时候敏感是一种负担 还是许累乱不安 我是挂在无求的风里 你是风拨弄我的心情 常常是犹豫 偶尔是惊喜 你住在而我随心 我是原地打转的风铃 连痛苦都听来很熟悉 每次看风停 爱让长而去 我和我那么寂静 好 现在大家拿起手中的投票器 慎重选出您认为 唱得最不像的那一位歌手 投票 开始 时间到 我把这种情感 和最开始的决策有关 有时候信任是一种悲惨 有时候信任是一种悲惨 还思绪凌乱不安 还有机会的女孩 我是挂在无求的风里 我是挂在无求的风里 你是风拨弄我的心情 常常是犹豫 偶尔是惊喜 你住在而我随心 我是眼底大转的风铃 连痛苦都听来很熟悉 每次看风停 爱让长而去 我和我那么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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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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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汉点又选错了 嘿嘿 陈汉点 选的是哪一号 我是选三号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比赛到这边 已经有一点走样了 因为你们都不去仔细用耳朵打开去听 你们只说 陈汉点你选几号 你选几号 是原地打转的风铃 也痛苦又听来很熟悉 对啊 你是明灯 因为知道你选几号 我们还不要选 先选几号 你选几号 你是凡指标 我都猜对 我都猜到她 我都选到她 不是陈汉点 你现在还知不知道规则 周慧 她 已经哄了你三刀了 对对对 你现在 心里有什么感受 我这有刀 另外一个层面 我是觉得她可能真的 还蛮迷恋我的 就是我的声音 不管变成什么样子 她总是能够跟上我 周慧姐 因为我觉得你有点回不去了 她们三个都比你像周慧 猜假的 猜猜 我跟妳讲 就是 我跟妳讲 我跟妳讲 不同意 不同意 我跟妳讲周慧姐 到现在为止 我们所有人都已经非常清楚 只有一个人非常糊涂 对 我觉得应该是她的智商 忘到台湾没有带来 对 你是因为今天刚下飞机 还在耳鸣还是什么 对对对 我确实是刚下飞机 她现在耳朵还在红吗 你看 对 但是不用狡辩了 反正这一关她是过不下去的 要惩罚 打算怎么样 周慧 你觉得怎么惩罚她 十二声笑好了 好 好 有问题 好 非常好的相机 来有请 有请 有请 那么在这边呢 要祝大家 预祝大家 羊年 行大运 那么在这边为大家表演 十二声笑 这是什么呀 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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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子吧这是 这是什么呀 这很像蛤吧 凤鸣 就过来吧 黄瑛 去夜将 不是这个 还有 醜 什么 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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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 很想打电话给你妈叫她把你接走 她看你疯了 我妈看到这一段也是觉得很可怕 陈翰连已经受到了她该应有的惩罚 给我们大家带来很快乐的表演 大家等一下还是要跟我 我们期待你下一轮的表现 下一轮 蔡普特就学星座了 好 现在我们要揭晓 我们三位磨唱歌手的真实身份 我们先从2号开始 大家好 我是向杨云的周慧 我叫胡一新 今年24岁 来自湖北武汉 是一名音乐老师 音乐老师好 老师好 老师好 其实她说话的节奏很像杨云莹 真的有很多人这样讲 而且曾经在路上还有被认错过 真的 但是我有一颗周慧的心 我喜欢周慧姐 长得像杨云莹 有一颗周慧的心 对 那一年刚好大街小巷上 放的都是周慧姐的歌 然后我听了觉得特别好听 特别喜欢 然后就有学着去唱 一个偶然的机会 要上台去表演一个节目 然后 就跟陈汉典一样的概念是吧 我就唱了一首周慧老师的约定 让我很意外的是 大家都说声音很甜 唱得很好听 很像周慧姐 在那次以前我的性格还蛮内向的 虽然很喜欢唱歌 但是不太敢在于大家面前唱 经过了那一次以后 因为得到了很多的肯定 然后就更坚定了 我在唱歌上面的自信 慢慢的就跟音乐结缘 然后毕业了现在是一名音乐老师 对 真好 可以说是周慧老师的歌声 改变了我的人生选择 让我走上了音乐这条道路 周慧老师帮你找到了工作是吧 我们现在要揭晓一号的真实身份 大家好 我是S&H48的周慧 你的人气很高 你看很多人都在为你欢呼 看这里 看这里 他们团体现在很受到欢迎 很多人喜欢 对啊 看他们的歌迷 粉丝都很喜欢 他们怎么混进来的 我想问你一下 你为什么来参加周慧的这一期 隐藏的歌手 这样的情歌 好像对于他这个年纪的人 真的听的不是很多 这个可以理解 应该你是一个能歌善舞的 这样的一个歌手 其实我在我们团里是属于 没有怎么会听很HIPHOP的那种 进入S&H48之前 有听周慧前辈的一首约定 觉得特别好听 我就录了一首发到网上 进入S&H48之后 粉丝就有找到嘛 就说声音好像有一点点像 所以今天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信心 有有像耶 对唱很好 真的吗 而且你又漂亮 我的妈呀 让不让别人火了 你们这个组合 平时都是很多人在一起唱 那么一个人站在这个很小 很狭窄的这个小房间里面 唱歌会有没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会 其实虽然平时在台前跳舞 其实到了台后反而有一点紧张 因为我们团队的歌曲的风格 跟周慧前辈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平时都是很多人一起唱歌 今天是一个人在背后唱歌 大家可能更加注重是唱歌本身 所以还是有点紧张 特别寂寞 你要陪他是不是 谁说人多就不寂寞呢 我坐在这边我多寂寞啊 我们这么多人在外面陪着你 大家都排挤我 都不想要跟我选一样的 我们没有要排挤你 可是你就白发白照 我没选就错的啊 我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你们下一回合知道该怎么选的吗 就是不和你一起选 那么今天你的队员也来了 能不能跟你的队员一起 给我们现场的朋友 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 表演一段 属于你们自己的节目好吗 好 好期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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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尽的晴空 纯净的相爱的其中 海浪的翻涌 提醒我早已经心动 或许应该趁现在 完成蝴蝶的波涌 在这夏日天空下 心甘着一怕 全世界准备好了吗 海浪说个笑 我就会好满足 但你说个笑 去走好每一步 我爱你 声音乐 我爱你 声音乐 好新春 感谢我们SNH48 好 接下来我们要揭晓一下四号的正式身份 大家好 我是永不放弃的周慧 我叫王俊仙 我来自四川自贡 我现在27岁 就职在外企的一个公司职员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唱周慧的歌 应该在很小的时候吧 周慧姐刚出道的时候 我才读小学三年级 那时候 我们那个小城到处都在放周慧姐的歌 我跟我那些小伙伴就特别特别喜欢你 然后那时候零花钱也比较少啊 所以我们就跟小伙伴凑钱 买了您的卡带 然后我们就会借来轮流的听 然后放学回家的时候 我们还会一起的唱您的歌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您有段时间没有出来 然后我的那些小伙伴就没怎么听您的歌了 他就挺喜欢听其他歌手的歌了 但是我还继续坚持听您的歌 您的CD我都还扭着 今天我都带来了 对 就这个 那个到底还敢说 两张专辑 很珍贵的 第二张 对 我会一直保存着 很珍贵的 所以就叫永不放弃的周慧 我等一下一定帮你签名 真好 真谢谢 我想周慧有个问题 刚才她讲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你的声音 没有看到你的消息 所以在那个时期你在做什么 其实对我来讲我也是有很多的问号 因为那时候发生了一个合约的纠纷 然后我被迫的血藏了四年的时间 我在过程里头也曾经想过要放弃 但每次要放弃的那个边缘 总是会有一些歌迷朋友 会跟我说你不能放弃 我们还在等着你 每一次听到人家等着我这件事情 其实我很大的压力 我并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再回到舞台上 才能够再次的发专辑 出唱片 也许这一辈子都没有机会 但我觉得有梦想是很美的 如果你愿意朝着自己的梦想去走 这条路不通 也许我们绕个路走 花多一点点的时间 也许这条路会通 所以我确实花了四年的时间 才终于又站回舞台 有机会再唱歌给大家听 加油 加油 一个能用心唱歌 能够把自己的故事和周遭的故事 用音乐的方式去表达出来 我觉得真的是一件特别愉快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歌手是找到了 另一种的说话的方式 另一种表达的方式 另一种释放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音乐是最伟大的 能够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音乐会帮到我们的心灵 对 它无所在 再次掌声给周遭 谢谢大家 所以听音乐的人也一样 有的人会听音乐 有的人不会听音乐 不会听音乐 就是沉汗点 刚刚提到周遭姐那一段 我觉得我前面那三轮很残忌 我知道错了就好 你绝对是错了 我错了 我跟你说你这个命中率也是蛮高的 接下来这一轮我觉得我可以相信你了 沉汗点 因为接下来的在过了这一轮之后呢 就要选唱的最像周遂的 我觉得有时有动嘛 有时有动 最后一个不要让我们失望 对啊 我尽量 好 现在我要宣布这一轮谁将被淘汰 请我们的歌手回到自己的敬眼门前 不要 不要 不要是三号 我还想再猜 不要 你不要再猜错了 不要 好 究竟 在本轮当中 哪位歌手会被淘汰呢 获得最高的票数是 36票 36票 是谁获得了 这残酷的36票呢 周慧现在你的感觉怎么样 万一我在模仿不像周慧 那就只能说那个周慧年纪大了 可能声音跑掉之类的 不肯定 没有 没有 我觉得周慧姐现在已经进入魔咒了 她自己开始自己说我自己要模仿周慧了 她开始自我怀疑了 好 本轮得票最高的是 她是 本轮得票最高的36票 她是 本轮得票最高的36票 她是 请接下来 请接下来 表现 那个才是 我看到你们的重点 谢谢 谢谢 很棒很棒 你有什么关系 谢谢什么 应该是我们谢谢 除了你 谢谢1号 居景一 我希望你们这个组合 能够在以后的事业当中 大红大火 也希望你自己 在以后的歌唱事业当中 能有你自己的一片天 因为我们都听到你独唱的魅力 对吗 对 好 非常感谢 谢谢你的参与 谢谢 谢谢 辛苦了 辛苦了 好 周慧在这一轮的票数 是 最低的 周慧的票数 是 13票 哇 也不少 其实 这里面有陈恨点一票 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发掘隐藏的力量 遇见另一个自己 第四轮敬演 也就是本期节目的最终对决 建要在原唱歌手 和两位磨唱歌手中进行 我先来宣布 本轮敬演的曲目是 我当歌手以来 拥有的第一首歌曲 所以今天 刚好摆在节目的最后 也让我觉得 好像回到 我初出唱歌的时候的 那个最源头 包括拍第一支的MV 很多很多的画面 很多很多的回忆 我相信很多现场的朋友 也有属于 听到这首歌的回忆 那这首歌 其实它从前面 小小的酝酿 一直到最后很澎湃的感觉 对一个歌手来说 它是挺有挑战性的一首歌 嗯 我太喜欢这首歌了 因为这首歌叫做 《今夜星空真美丽》吗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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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夜星空真美丽》 《今夜星空真美丽》 李妹妹给她 普京一下这首歌的名字 我们刚刚几个城市 已经商量过 对 商量完了 商量过一件事情 如果接下来这一轮 它继续在投措的话呢 怎么样 那我就粗略地代表一下广州 以后你就别来广州做节目了 那么我也粗略地代表一下北京的市民 你也不要到北京来做节目了 我相信深圳市民也一定挺我 你也不要来深圳了好吗 那上海的怎么说 所有音乐节目可能你就不要出现了 那我就只能留在这个节目了 这一轮的比赛 就剩下两名磨唱歌手了 我们留下的都是最厉害的 周慧 你这一轮一定要慎重 一定要把你最好的状态给我们大家 好不好 这一轮只剩下三个人了 他们的顺序再次被打乱 在最终回合开始前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咱们投票的方式也变化了 前三轮我们投的是 谁唱的最不像的 而这一轮我们将投谁唱的最像 第四轮 敬演开始 在我心中 你多重要 你多重要 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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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自由 你就得到 让你永远都记得我好 忽然不想让你知道 你的爱我已经戒不掉 就让思念淹没 我不想它 反正一脚永远不知道 明月星光多美好 是否用寂寞去停掉 我们曾用爱互相依靠 付出多少不用计较 等一个人多美好 就算只剩记忆可参考 被爱放逐到天涯海角 我的思念你不用都知道 拿出手中的投票机 选出这位隐藏的歌手 投票开始 我是二号跟三号在选 记住投的是最像的那一位 三二一投票结束 我忍不想让你知道 你的爱我已经戒不掉 我忍不想让你知道 你的爱我已经戒不掉 就让思念淹没 我忍想草 反正你将永远不知道 记忆星光多美好 是否用寂寞去停掉 记忆星光多美好 是否用寂寞去停掉 我们曾用爱互相依靠 付出多少不用计较 想一个人多美好 就算只剩记忆一个参考 被爱放逐到天涯海角 我的思念你不用都知道 直到有天你我年老 回忆随着白发风中闪耀 至少我清清楚楚知道 你若想起我 你若想起我 会微笑 听言星光多美好 是否用寂寞去停掉 我们曾有爱互相依靠 付出多少不用计较 想一个人多美好 想一个人多美好 就算只剩记忆一刻参考 被爱放逐到天涯海角 我的思念你不用都知道 陈汉点又猜错了 陈汉点要被封杀了 这次你说不过去了陈汉点 陈汉点 陈汉点 我就是二号跟三号在犹豫 陈汉点出租车我帮你叫好了 你可以先离开了 出去马上被出租车再走 你先模仿一个十二星座再走 对 对 我真的不知道你的耳朵怎么长的 而且刚才我在听的时候 我觉得就会在唱第一二句的时候 我觉得他特别特别认真 就感觉像是闭着眼 回到那个时候一样 忽然不想让你知道 你的爱我已经戒不掉 是可以感觉得到的 能感受到 不知道陈汉点 不是 脑子还是忘到了台湾 刚才林妹妹一直问我 我关于这个事情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离林妹妹离最近 每次他跟宝哥哥就是眉来眼去 一个宝哥哥在那边 一个李妹妹在这边 李妹妹就问他 是到底哪个宝哥去 然后李妹妹就 然后我还纳闷的 这什么意思 不是 他问我是不是三号 我说的不是OK 我说你说的是三号吗 那我认为你说的是OK 这样子吧 宝哥哥 咱俩的事情不用跟他们解释的 好 好 什么叫结束了 我想问一下 那个你投的是谁 他跟着我投的 我当然不 我是靠自己那个听觉来投的 我就一直投的是三号 三号 但是其实我也跟陈汉点喊句冤 陈汉点也不怪你 因为你左边有一个林妹妹 干扰了你 那边那边有个宝哥哥 我明显看到有一次 汉点也在冲宝哥哥 几号 然后汉点来出的手是这个 然后宝伯哥回答他的手就是 也是OK No 宝哥是 什么意思 这个什么意思我不知道 就是你看着办 我想问一下 一号跟二号 你们觉得自己 在这一次发挥的好吗 我觉得还行吧 比较放松 二号呢 对我也是 很有自信 我也挺放松的 太放松了 完全被同化 好 现在我就要来宣布这一轮 终极对决的名次 根据现场一百名观众投票 我现在已经有了答案 该不会是99名都投对了 只有一个人投错吧 说不准 应该是 她命中率很高 很高 如果是这样的话 再来玩个什么东西好了 好 刚刚 不是说了吗 12星座 不要不要 这太少了 我们来一个蔡依林的72遍 哇 厉害厉害 周慧姐 现在的状态很轻松 但是 在我手中 有你的票数 而且你的票数 不容乐观 是吗 本轮 第三名的获得者是谁呢 本轮 第三名 我来宣布第三名 周慧 你别急 是不可能的 老人的血量 老哥哥 我给你讲 老哥现在开始学会忽悠别人 本轮 票数 最低的是 好 几号 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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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号 我不想跟汉典一起 好 我现在来公布第三名是 他是 她是 周慧 旁边的三名是 她是周慧旁边的 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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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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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雨昕 我就说嘛 汉姐 不要跟汉姐在一起就对了 这个节目 二号 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其实走到现在 然后跟周慧姐在台上 一起唱了这么多的歌 已经觉得很满足了 就已经很圆满了 继续完成你的音乐梦 我一定会坚持到底 加油 加油 周慧 现在只剩下一个歌手了 是 你有信心吗 我们让陈翰点猜一下台上哪一个是周慧 如果我没有看错 中间那一位是周慧 我确定 恭喜 其实我也不想故弄玄虚 但是我觉得真的这一次很残酷 PK就是PK 没有办法 结果我们自己控制不了 所以我们只能用我们自己最好的状态来唱歌 对吗 你觉得你表现得好吗 我觉得你表现得很好 我觉得还可以 还可以 对 还可以 你的票数很高 真的 我没想到 很高 我真的没想到 你有可能会创造一个你自己都想象不到的一个奇迹 我只说有可能 我只说有可能 我也创造了另一种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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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狗 好狗 其实我不也是吗 其实 你一个奇迹中的奇迹 你一个奇迹中的奇迹 对 百发百重 对我跟你说 今天陈翰点绝对是奇迹 他是奇葩 他是奇葩 他是一个奇迹 奇葩 一号也是奇迹 不会吧 难道你说的 宝贝跟你说的是一号 比周慧还周慧 对 周慧要被谈看 那他就是周慧会 我先不卖关子 在宣布本期竞演的冠军之前 我还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宣布 那就是 再次感谢 竭尽一步到位的太子喜业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不要问我为什么 现在哪哪都是广告 好 真的很激烈 票数差的 真的 微乎其微 冠军 是本周的周慧 还是我们的 王俊仙 冠军 是 王俊仙 王俊仙 你的感受是什么 你感受 你现在的感受是什么 我的感受 我挺淡定的 挺淡定的 对 有没有速效旧心丸 接下来我要真正的宣布 本次 冠军 得主是 他就是 广告之后见 打开微信 摇电视 参与互动抽奖 有机会获得 由太子喜业 提供的一整年 太子喜业 大力包 本期的冠军歌手是 你要是敢骗我们 怎么只签一个 怎么只签一遍 本期的冠军歌手是 宝哥你不累吗 恭喜 周辉 第二名的王继轩 也恭喜你进入我们的 王冲王争霸赛 谢谢 感谢情歌天后周慧 带给我们快乐的感动 谢谢 好帅 其实我刚刚说了就是 我觉得今天来这个节目呢 我远比 应该说还没出发之前 我只觉得它就是一个 自我挑战的节目 但我没有想到说 我今天来的远比我收获 想象中的收获更多更多 这么多的朋友在现场 然后这么多的老朋友 一起可以聊聊天 说说话 还看到模仿秀之类的 然后 然后 还有见到偶像沙宝哥 那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我很开心我自己能够去 分享我的人生历练 未来的每一张专辑 每一首歌里头 我都会把我的人生经验 带给大家 然后希望大家也不要放弃自己 人生的路是靠自己走出来的 千万要坚持下去 不开心的时候 就听听周慧的歌 谢谢你们 好 周慧